联合国正式公布印度人口为14.286亿 超过中国的14.257亿 中国正式被印度抢走了全球第一人口大国 这一刻比联合国之前的预测足足提前了十几年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但总体上来看呢可能坏处更多一些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人口逃离的城市 房价还会继续跌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你看现在的00后比90后大概少了800多万 90后又比80后少了5600多万 一代更比一代少 购房的中间力量都在萎缩了 你觉得房价还有坚挺的理由吗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这一代90后00后其实是活得最通透的一代的 你别看很多人都所谓躺平了 躺平其实恰恰是一种反抗 我最近听到一个年轻人说不管开发商什么套路 怎么优化我坚决不买房 我20多岁出社会 要牺牲二三十年的幸福去成就资本的利益 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要抬杠说你不买房 那孩子上学读书怎么办 那我这婚不结了总可以了吧 读书已经耗费了我十几年了 然后拼命工作再有个四十多年 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 我凭什么要为资本炒出的天价房去买单 所以你尽管镰刀霍霍 年轻人已经准备段子绝孙了 这就是00后 当今房地产遇到了此生最大的对手 除了房子之外 我们还有更棘手的养老问题 当前的养老体系 是现在的年轻人交涉宝 给现在的老年人养老 可问题是我们的年轻人还够用吗 就拿黑龙江来说 平均每1.3个年轻人 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2020年养老金当期 收不抵制的地区 飙升到了20个 剩下的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 河北的养老金结余 只能支付3.9个月 山东呢是5.6个月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你今天交涉宝给现在的老人养老 将来你老了 谁养你的老 一些想明白的年轻人 已经开始退出游戏了 早在2014年 全国就有3800多万人 放弃缴纳涉宝 占总人数的10% 退出的人越多 以后拿到手的退休金就越少 那普通人应该怎么办呢 趁你还跑得动的时候 赶紧多赚钱 假设你能存下200万放到小银行 可以谈到4.5%的利率 每个月到手7500元 多少还是有点对冲的作用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道